这条数呢? 它又叫我们只找三个数 在特定的条件之下 我们手术上真的什么都没有 只有条件 我们由这个条件出发去看看 有什么 有哪三个自然数 是可以符合这个条件的 一开始 看到有很大的跟号 那当然就是两边 square了它 看看会有什么看 左手边就会变成 p-2-6 右手边呢 就是m 加n -2 乘以跟号 mn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又可以有 讨论的余地了 首先p是一个自然数 那就是有理数 有理数减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无理数 有理减无理呢 就会变成了无理的 即是erational 那 而右手边呢 m和n 各字都是有理数 那既然是这样 一个有理数 要减什么才是 左手边的无理数呢 所以 剩下的结论呢 就得出 这个跟号mn 的部分呢 它同样地 一定要是无理数了 那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又可以 再调一调 将些 无理的部分 尽可能调一调 那呢 把英文字母全部收拾过来 这么英俊 我们有 m 加n 减 p 就会等于 2 乘以 更好 m n 减 更好 6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又可以 再讨论一下 m n p 他们全部都是自然数 来的 对不对 那加上来 当然一定要是 由理数 对不对 那 所以呢 由于 今次 他左手边这部分呢 就已经自动献身 说他一定是 Rational 那右手边那部分 又会是 怎样呢 那就变成了 这一块 都要是 Rational OK 那跟好 m n 減 6 两个跟好 相减 他又要是 Rational 那我们要怎样可以继续讨论下去呢 那我们就分情况了 首先 我们说 嗯 如果 m 加n 减 p 他不是等于0的情况 我们会有 一个什么的结论呢 那既然他不是等于0 那就是 右手边这一块呢 他 虽然是Rational 但是他们又不能双等 那我就 继续假设 跟好mn 由于他不双等 那我当是 等于跟好6 加某一个数 那一般呢 如果无端端要加某一个数呢 那我都会 写他是k的 那所以 今次呢 我们有两边 square到他 那我们就会有 mn 等于 6 加 k的平方 再加2k 跟好6 嗯 嗯 调一调到一下左右 我们 就会有 下面的 这一条式 2k 跟好6 就等于 mn 减 k的平方 减 6 那 那又看一看 这一条数 首先 我们的discussion 是 k 所以 它 不会等于0 由于 我 一开始 就假设 m加n-p 不等于0 那所以 mn 这个跟好 mn 就不等于跟好6 那才特意加了k 那 k 不等于0 在这个情况下 既然k 不等于0 那 这一件 就是 evational 無理数 但是 右手边的部分 我之前说过 mn 乘在一起 由于自然数 乘自然数 是有理数 这个 其实它也是有理数 那 就发觉 右手边是vational 的 那 变成了 不合 既然是不合 的话 就 就是说 一开始的 论述 有些问题 就是 这个 m加n-p 不等于0 的 论调 不成立 不成立的话 那 即是 m加n-p 这个东西 是要等于0 等于0 而且 这个东西 要等于 这个东西 mn 要等于 更好6 就是这个 而且 更好mn 要等于 更好6 对了 那它们两个双减完之后 才会等于0 那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有以下的公式 这个是基本的 数学运算 有 m 加n 就等于 这个p 然后 m 乘以n 等于 6 由于我们有原本的这一条式 那我们看到 好 如果要令到左手边这个数成立的话 那一定是 跟好里面 跟好原出来的东西 那要是 正数 那这个m -n 那很明显 这个m这个数呢 要大过这个n 那才会出到这个正数 那m 加n等于p m n等于6 结合了所有的情况呢 我们就会得出以下的两组解了 第一组呢 就是 m 等于6 n 等于1 p 就等于7 那很简单 就是 m 加n等于p p可以最后才写的 那m n 相乘等于6 那而且它又要自然数 那就是只有这两组解而已 因为m 要大过n 对吗 在这里写完 m要大过n 那 那 很简单 另外一组解应该都不难到大家的 就是 m 等于3 n 等于2 p p呢 等于5 那 就是这么简单 等于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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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1 2 2 2